欢迎来到 好笑给力富一海来点心面图 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军神 大家好我是汪娘 是的 只要参与到我们的微博微信活动当中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 邻家大间谍的订票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个 非常暖心的范冰冰的消息了 怎么回事呢 是 说到范爷呢 最近被人称为是非常暖心的老板 因为他在微博上和自己的员工互动 并且要求说 员工可以多一点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中 陪伴自己的父母 而且回去的时候 不要忘了戴上自己的另一半 感觉有点是催自己员工快点结婚的感觉 但是呢 也是蛮贴心的一个老板了 而且呢 很多的网友跟关注的点更不一样 反倒是关注范冰冰的一些私人的话题 说范冰冰你的礼神什么时候结婚 这婚纱照什么时候出来 我觉得大家关注点会不会跑偏了一点呢 是 对于这样的私人问题 明星回答起来也真是够烦恼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他们有什么方法来问应对呢 被问私人话题态度大不同 马天宇被问单身唱记者 近日时尚先生二十周年盛典在上海盛大举行 杨阳 马天宇 蒋晴 余浩铭 李云迪等纷纷亮相现场 近期这部的幻城 可是让我们的马天宇诱惑了一把呀 结果幻城都还没播完呢 我们的小马同学又搭档孙姨一同拍摄了新剧 一直在上海拍那个梁声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对啊 前面对大家和姓姨的老姨 姓姨啊 还挺没那个女生 我哭泄非常了 如果你对新的名字不太熟悉 请翻翻董子健同学的微博 前任的小董同学在微博公布恋情的女主就是她 对此呢马天宇更孝珍 是她给狗仔爆料的消息啦 我给狗仔打了就要怕 开玩笑 我觉得我昨天跟她聊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首先她的态度 然后拍到 然后自己就大大方方承认了 我很喜欢这样的女生 我觉得性格很爽啊 我觉得祝福吧 其实你都已经就是成双成对的自己 关键啥事 关键啥事 我觉得 有缘吧 期待 被问四人话题态度大不同 书记期待怀宝宝 暴风的轮载加地位最低 昨天书记声称一席白色抹胸长裙 现身北京出席某活动 当天北京寒冷的天气 让书记不停地抖肩取暖 大呼天气比自己还动人呀 当被记者问到闪魂后 在家里跟冯德伦 都谁说了算实 书记开玩笑地表示 冯德伦在家里几乎是没地位的 我们家地位最高的是 我们家两只猫 对 他们两个是地位最高的 然后你排哪 我就排第三 对 你是你先生在前面 没有 我们家有两只 这顺序还真是有点不好算呀 而上周六 书记在陪林希磊庆生时 还被闺蜜催促早点生孩子 现场他就直言 对于怀宝宝自己很期待咯 对因为我们现在 我跟希磊两个人就是互相在争论 对就是在争论说看上天给 愿意给谁一个礼物 对 那我觉得他有也很好 我有也很好 反正就顺其自然 小编点评 既然闪婚了 那也快速升个娃吧 被问此话题态度大不同 李安也曾吃软饭 专闭山 卧虎传龙少年派的喜欢漂流 与其他导演对各大电影类讲 心心念念不同 导演李安 依然是奥斯卡 金球奖 金雄奖的参客了 无论是作品 还是口碑 李安都依然成为了 华语电影的第一人 但即使是这样 李安却表示 在电影事业上 仍然心有遗憾 我可以得到奥斯卡 我还是觉得不对 还是觉得什么不对 那种工程名就 我还是没有除掉 我们这些东西 除了对电影品质的 严格法官 李安也是娱乐圈 少有的伯乐 称子以汤维 都是李安从无到有 调教出来的国际巨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为电影痴狂的导演 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 心酸历程 我从来没有为钱工作过 一个男人不挣钱 不养家 说不过去 我老是靠老婆 我出去我就担心 他没得吃 我就把冰箱都塞满 做了做好 你塞两个月 人在我心目中 形象顺便又高大 本周五晚 二十点十分 东南卫视 鲁豫有约 大开一日行 李安首次全球独家 深度电视专访 一起开李安 别具眼光的戏剧展身 乐部天综合报道 我发觉小鱼 这个发型 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换 你要不要去换个发型师 你真的是说说我的心 我早就想换个发型师了 来来来 我也推荐个发型师 他这个剪头发的方式 相当的特别 你知道吧 就是人家剪头发 都是用剪刀咔嚓咔嚓剪掉 他不用剪刀 他直接用蜡烛 把这个多余的头发烧掉 而且很受欢迎 很多人去剪它 那我还是不要换了 如果真是这样 不是变成火烧鱼头吗 我小鱼热热我的头 我觉得这可能性应该不会特别大吧 但是也存在一个安全领患 我真的是特别敬佩这个理发师 这个技术特别好 用这个蜡烛去削头发 剪头发 但是我更敬佩的是 胆量可佳的这个顾客 敢于把自己的头交给这个理发师来修剪 这是个性化的一对 不过呢 说到这个个性的话呢 我们娱乐前当中很明星 他们这个真实的个性呢 都是通过我们的真人秀给暴露出的 赶快来看看 都说真人秀节目会让明星原型毕露 上边我是福气的 因为真人秀不但是把大锤子 把明星头上的光环通通砸碎 还是一架个性挖掘机 明星们平时在台上没见着的性格 常常会在真人秀中暴露无遗 近期这部的真人秀 真正男子汉 就狠狠地出卖了一把明星的隐藏性格 首先是黄紫棠 涛涛一直给人招黑体的印象 而在真正男子汉中 大家看到了一个有个性又调皮的大男孩 第一天做体能测试 高强度训练下的明星们都默默忍受 但黄紫棠直言 我觉得第一天有点过了 哪有点过 我们平常没有这么大训练 我们应该让我们缓一缓 因为这帽子被班长训 他理直气穿 为什么要把帽子摔了 疼 说话 两手 切记 因为太疼了 累得我头不舒服 休息时后 黄紫棠忍不住横起小曲 又为班长带个正常 黄紫棠 这不是休息吗 唱歌也不行 甚至连班长都敢嘲笑 桃桃口无缘拦地嫌弃班长长相太着急 哥哥你多辣了 晚上 我先21 你才21岁 长得已经跟30岁了 长得已经跟30岁了 在镇秀中啊 很多明星都会表现出自己隐藏的性格 在大家眼里 刘嘉玲是高贵的 霸气的 气场强大 但是呢 在她呈现的镇秀节目中 她却脱掉女王的外衣 暴露出自己活泼的小女星 见到张静哥 她尖叫 Oh my god 见到飞玉琴 她秒变小粉丝 我本来准备了歌唱 一来我不敢唱 见到孙杨 她狂献殷勤 就连谢娜模仿周云铭唱刘先宇 刘嘉玲也是疯狂的不能自已 让小编印象深刻的还有 郭的刚才真秀中 爱对节目组的调皮性格 加上她力错的嘴皮子 真是笑翻了小编呀 在她参加的真秀华阳男团中 节目一开始啊 因为听到宋丹丹诉说 在华阳姐姐节目中的心酸经历 郭大爷立刻耍脾气 表示要退出节目组 你带没带方便面和榨菜 我是出国打工去了 大概齐了 别的没了 那就够巧子了这些 您说的我一点都不想跟他们走了 咱们就到这了好不好 不先退呢 钱不能退 钱不能退 不花完了 因为不满节目组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目的地 哎呦这郭大爷一路上 是把节目组对的用 这个是这样子的 他一台机器拍我们两个人 对 待会儿到前边 一个望左一个望右 看他怎么办 奔头是吧 帮你不容易啊 毁你可是很简单 而且他不会说中国话 对于钱不足 不管饭 郭大爷又发话了 我们只是今天中午吃了 吃了那一弹的饼卷东西 那个半果还给鸡肉 那一桶 然后这一天下来到现在不管饭 才完成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智力的人出的不意 什么智力的人出的不意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吃的很好 小冰天听 哪里有哥的干 哪里就有相声 乐不天总是放烫 在热圈啊 很多偶像明星会时不时定期的举行一些粉丝 见面会或者是生日会来回归一下粉丝 前不久呢 像张天爱这个人气小花蛋呢 就举办了自己的生日会 那这间现场呢 也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爆棚 感觉非常不错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事实呢 并不是这样的 最后呢 有网友就踢爆了 说呢 看到这个照片了 这个活动的现场 很多人只是聚集在这个舞台的前方 后面很多台的位置都是空着的 这岂不是有点啪啪打脸的感觉吗 所以就是事实于当时的情况有些不补 是是是 说到啪啪打脸 其实在娱乐圈里面 很多人都要习惯被啪啪打脸 俗话说得好啊 说出去的话 拨出去的水 俗话又说啊 话不能说得太满 所以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不然 岂不是分分钟打脸的节奏吗 要说明星打脸哪家墙 一定要去找陆涵 再谈起自己的偶像王绿红时 咱们找陆 可是把话说得毫无退路呀 如果想说王绿红的那么多首歌曲里面 去K歌里面最拿手的是哪一首 我都挺拿手的 哎呦 这句话可能真的 真的这个特别拿手 就随便讲一首 你都可以哼出来一两句 对 随便讲一首都可以 真的还假的 唯一 真的 可以 对 你就是我的唯一 两个世界都变形 回去 太多容易 咱们小鹿果然是实力派啊 就连轻唱都这么好听 这是唱一首歌哪里够呢 小便还要听 龙卉传人 6 我知道 我还没说了 龙脉 是吗 不是 再来 没关系 我就是要特别试验你一下 因为你知道龙脉传人 跟他后面的一些歌曲 其实年这个时代 龙脉传人可能比较早 对 你那时候还小 对 我不许也在上小学 这气氛有点尴尬 不得不说 这么小鹿打起脸来 简直是疼得不要不要的呢 这边陆寒打脸打得啪啪响 那边黄子桃也是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呀 谁都知道呢 发型是物理涛涛的一二生命呀 在参加某真秀节目时 他就这么说道 这么有苦气 小鹰一定要给你点个赞咯 但是一入真秀深思海呀 你能坚持得住吗 我说涛涛呀 你这嘴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嘛 不过比起王家儿来说 你这打脸级别还是属于小儿科 要知道咱们嘎嘎精通多种语言 不论是韩语英语还是粤语 那都是分分钟信手拈来的 但是被问到最拿手的语言时 他是这么回答的 最拿手的是哪一种语言 最拿手的 中文 这个用刚不回答的答案很给力嘛 只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嘛 化肥会 挥发 挥发 黑化黑灰会 挥挥发 挥 黑化黑灰会 挥发 挥 这个是找白枣鱼 白枣鱼 就是有八只脚的那个 八角鱼 鱿鱼 鱿鱼 不要啊 你最拿手的是哪一种语言 中文 相信我们的嘎嘎看到这里呢 肯定想 欺负自己 不要欺负自己 欺负自己 我合作给我欺负给你 如果说我们的嘎嘎属于猛戏打脸 那么哥哥张继哥 那就是实力打脸了 呃为啥呢 因为连大电视台都被他给带坑里了 张继哥多数时间都是独来独往 张继哥性格起傲 但不张狂 不够言笑 等等你怎么跟我看到的哥哥不是同一个人呢 教练是这么形容他的 平时不太爱说话 平时闷一点 诶不爱说话 我一定是听错了 你饿吗 是吧 咱一块吃点吧 是吧 你饿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吃吗 你猜一猜 你猜啊 你猜快猜 生意刷 别转话题 我都这样说话太多了 嗓子疼 我说哥哥呀 你也知道嗓子疼呀 你这都快赶上话牢级别了好吗 话说回来 哥哥不仅打别人的脸 自己的脸也打得生疼呀 活平第一帅哥 往往上去说 自己 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 可可谦虚一百分 经过时间的洗礼 可可 自己 没太干预 小明明 可可呀 好好保护你的脸吧 乐团组合放到 吴建豪公然抢夺唐烟女主之味 画风 辣眼睛 蒋文丽 郑海向言姐弟恋 还吻戏 很合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把这段戏 放在上面 别走开 下节真精彩 好 这位朋友们好 交给你一部 也还在点心面 都要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君与晨 大家好 我是蜗牛 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最近穿衣服 很辣眼睛的邓紫棋了 哎 这个蜗牛 我觉得你好像 跟这个邓紫棋 有点过不去 上次我们也是说 你说他那穿的 皮裤 今天你要说他哪方面呢 这个我没有可以的针对 就是大家发现 在这个某个场合 邓紫棋不穿皮裤了 穿一个红色的布裤 还有上面是紧身 大家说这个打扮 怎么会那么奇怪 而且看上去 怎么只有1米3的感觉 没那么矮吧 这样的图片我也看到了 其实我觉得1米3 是因为他身旁有一个人 实在是太高大 那个黑色男子太高大 所谓的就是 没有这个对比 就没有伤害是不是 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演艺圈 画风辣眼睛的九位明星们 这画风辣眼睛 吴建豪公然奖夺 唐嫣女主之位 昨天电视剧 锦绣未央 在上海举办开播发布会 主演唐嫣 罗静 吴建豪等演员 吴建豪等演员 细数亮相 曾经合作过多次的唐嫣 罗静再次牵手 演艺新作品 默契度自然是杠杠的了 而过别迎平许久 又是首次出演古装的吴建豪 更是得到了坦坦的力赞 其实我觉得他进步非常大 因为他在现场非常地用功 而且他来练潮词 对 因为他可能就是第一次演古装器 所以对这方面也没有那么熟 对对对 所以第一次接受 可是他每一对小字 什么音乐发音 都会出刻不去变弃 长眼道 光说不练假把势 别人夸得再天花乱坠 都不如现场直接秀一段 不过这一秀 吴建豪和罗静就杀不住车了 我说吴建豪 你这是拿错女主的剧本了吗 我永远都不能放弃 如果等不到这一刻 我应该一直等 我应该一直等 紧张紧张 真实实 我也是 看着我说 我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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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疯大眼睛 蒋文莉正海上演姐弟恋 拍吻戏 很合拍 电视剧黑孩子 昨天在北京举行开播仪式 当天 首次合作饰演夫妻的 蒋文莉和郭小冬 一上台就满脸笑容 看着着实很欢乐嘛 不过绝续拍摄时 这一段戏中失读的夫妻日子 可没那么好过了 蒋文莉就爆料郭小冬 居然在片场靠喝酒 来把握人物的纠结状态 她是一个母亲生 她自己活着没有孩子 然后最后怎么去让我有孩子 她太痛了 最后就喝酒 小冬每天都把自己喝到一定的状态 特别别人 然后就为了这个角色 真的是拖出去了 在这中蒋文莉除了和郭小冬大戏外 居然和小力抱正凯 还有一段姐弟恋 而近日网上爆出的俩人激吻剧照 更是让不少网友直呼辣眼睛 不知道文莉姐对于和正凯的这场激吻戏感觉如何呀 大家也没看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 我都看到了 这么激烈 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要把那段心放在上面 下篇点评 只要入戏声 问得好认真 乐阳天组合报道 好了 到了玻璃海台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了 赶快来看一下 准备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蒋敬夫 在这要恭喜这两位新的观众呢 就可以获得玻璃海台点心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丁丁清笔签名的专辑啦 是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披着这个披肩的人是谁呢 这条答案的朋友可以登陆到我们 如乐阳天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 就有机会获得好 交给玻璃海台点心面 提供了大礼包一份 好了 就是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 吴建豪清理前面的专辑一张哦 好了 今天的乐阳天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期间不见不散咯